捲起酷管 一个接着一个列队走进田野 小朋友们赤脚踩进泥土里 伴随侵犯的尖叫声 当起一日农夫 一手提着水桶 另一手忙着大把大把往土里 仿佛寻宝一样 将捲起的辐射罗装桶 还有人拿着扬苗 干脆坐在泥土里 会不会觉得种田很辛苦 吃饭要怎么样 吃干净 超好玩 我觉得很棒 可以让小朋友亲自的夏天 体验一下那个叉扬的活动 超棒的 超棒的 而且可以脚踩下去泥土里 让他们亲身体验 很棒 不止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家长也跟着夏天体验 大赞活动 好玩又有趣 宜兰斯杰国小周二下午 举办食农教育活动 带着全校200位师生 走进大自然叫做大教室 一同学习农作 种植采授过程 你只要一根种下去 它会开始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 它会开始怎样 开始会开枝散叶 它会又长出新的叶子出来 一根稻米 它可以长出几地稻米 大概差不多有 200至250棵的稻米 其实学校的周边都是 绿油油的一片的稻田 那孩子们在这边长大 应该要更能体会 在地农耕的一个辛苦 以及他们的丰收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们的特色课程里面 就有去体验了解这个稻米的一生 那我们希望从春耕的耕种 到这个秋收 都能够让他们一起来陪伴 消防希望透过亲身实作 让小朋友体会 每一粒米都是农民 回汗付出的辛劳 明时新闻黄福以伊兰报导